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咱们今天又请来了著名的会过日子的美女 叶谭 叶谭你看人家100块钱的衣服 能穿出1万块钱的感觉了 这真是经济学 经济学家 没这种感觉 你不能当经济学家 做的很经济 叶谭 当然这件不是100 这件是200 你很会估价 我们徐老师也是著名的 不会过日子的 我们徐老师他虽然不会过日子 但是他有才学 所以今天我知道你在经济金融方面 今天我们得请教你 但是这个话题的起头 要从我们一个文学教授 要给大家念一篇文章 不长 但是这个文章据说是惊为天人 当然咱俩都没听过 但是徐老师强烈推荐 说要给我们念一下 对 我告诉你们 我本来想放在10月1号 或者是甚至是10月10号 辛亥革命百年来读的 这么伟大 现在 现在呢 就是因为有经济专家 我们做的正义 那我们今天就贡献一下 这个是我所见到的 对中国最大的歌颂 甚至是在66年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的时候 中国觉得世界革命中心的时候 我都没听到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称赞 但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一个得主 叫什么名字 芝加哥大学的 叫福格尔 Robert 福格尔 我认识 他在 我先说 他在美国外交政策 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 123万亿美元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40年 2040年会达到123万亿美元 预言 它是预言 你听听 我们听听也舒服 我从来没听到那么舒服 他到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这个产值到那个数字呢 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产出的三倍 中国一个国家 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金 是欧盟预期人均收入的两倍 远远超过印度和日本 生活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将是法国人的两倍 那个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 美国是百分之十四 欧盟只有百分之五 他的预期啊 你想想啊 中国百分之四十 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大套中国什么什么主义啊 然后呢他又又讲了分析中国人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啊 以及整整这一系列的情况 这个怎么会说 他说中国的好处啊 说未来三十年 中国的高中入学率会达到百分之一百 大学入学率会达到百分之五十 他说中国的年增长率百分之六 然后呢他说中国会有大量的钱到澳大利亚把差不多澳大利亚的什么都买下来了 他认为 三大铁矿 中国的七亿的农村经济将来会转就是更加成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他说以后这个数字会更扩大 农村会扩大 就是不农村扩大 就是农村经济的产值 贡献 他说现在农村占现在中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随下来呢 他说这个会更扩大 他这样来说了以后 那等于是你想这个美国就变成中国的小很多了 那整个欧洲 这个整颗局改变了 这个世界就变化了 这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个局面 但最后 我也以为你在说梦 但是他最后有一句话 他来解释说 这个西方人呢 他在寻求理由 他说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他都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边 有18个世纪 中国是世界一号经济体 哦 中国人只是再次回到他们过去的地位而已 哎呦 爽了吧 这福根 爽了吧 这这不是我编的哈 这也不是共产党拍出去的 福根 这个人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在美国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 我就预言到2060 反正大部分人 99.99%的人都过世了 你觉得他这个预言没到熟吗 我跟他不熟 真不熟 他烧得不轻了 对他但是这个这个预言是福根是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一派 这一派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极端乐观主义者 他们说这个再过几年中国的经济的总值就会 现在已经是第二了吗 然后就要超过就要超过美国 然后变成全球第一了 都说是2020到2030之间的什么时候 2020左右 超过美国 那么他再推20年中国就变成美国的三倍了 他是以这个目前的速度这么计算出来的 但是而且他是未来30年 未来30年里头 中国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 而且是美国的三倍 到时候全球的GDP就得要有多少了呀 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 但反正我不管 我不懂经济啊 我也不懂其他 但这是我从小到大 关于中国的最伟大的一次预期了 至少我看到 我兴奋了好半天了 你还有一种方法 你觉得他是核居心呢 哎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办法 我先说他 他先回到央西朝去 然后坐着时光机器回去 那时候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第一 对对对 第二名不知道甩出去多少 但是打糖盛世 咱也是全球第一 对对对 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 那时候我们没海军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世界 那没有政和啊 我们政和 太监都把你打败了 咱太监跑出去 人家一朝贡 我们又没政和 又没有变个殖民地 对不对 又没把非洲算出 我们这个地方 中国人爱好和平的象征啊 然后我们给你们送礼去 你说这海 然后回过头来说 这个福格尔 他这个 他是以说 中国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一次转型 然后中国未来 以每年百分之 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 顺利增长三十年 然后全球不出任何大的战事 中国也不出任何的内乱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中国才可能这样 但是还有前提 就必须是美国的经济放缓 欧洲的经济放缓 他把欧洲搞得是 只有世界百分之五 所以欧洲就是到时候 就是咱们跟我们就看不上他 就是小兄弟 我就正要请教你这问题啊 这个好像以线端倪吧 现在感觉这个 LV总部就搬到北京来了 欧洲经济 这还小问题 欧美不都日播西山吗 感觉就看咱们的了 现在是这样 意大利不被调低了吗 现在都快破产了 现在中国金砖四国全是救世主啊 以前金砖四国 我一开始啊 几年前这个大家觉得是个概念 没想到现在几个大字金光散散啊 谁缺钱都想到中国 都想到金砖四国 你想美国缺钱了 那是说中国人要救美国 要买美债 然后这个欧洲 欧债危机的前年去年 啊中国要买美债 要买什么欧洲的港口 要买欧债 要买意大利的国债 要买希腊国债 今年不是风雨飘摇了吗 所有的人说 意大利都说 他说我跟中头谈过了 他你看啊 他说跟中头谈过了 还没说中头同不同意呢 意大利的债券的价格已经上升了 当时就上升 那这中国股 现在还真是挺 他不是 一在国内买就亏死了 他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那么有钱 而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决策机构迅速 是不是 我们是有谁说的能卖 就能卖 他们是要折腾半天 我跟你说 意大利的债有多少呢 它的债务总额 1.9万亿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负债率是120% 这个数字听着挺 就是我们说一般的负债率 多少是正常的呢 60%是正常的 它等于说它超过了一倍 然后它的经济增速 它除了你说的奢侈品啊 这些之外 也没有什么其他产业 所以它经济增速比较慢 它要填上它那个窟窿啊 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呢 而且它那个总理吧 又挺花边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总理花边有什么关系啊 那它经济就搞不好吗 它它总理 搞女人经济就搞不好吗 它一个人占八女啊 它一床占八女 我们回过 我们回过 然后占八女 然后它有个格言呢 它它有空下来呢 它占八女空下来才管管国家的事情 你知道它是情场得意 所以正常失业 它是治大国弱弱弘小气 所以这个国家大家都觉得 你看窟窿堵不上了吧 这么糟糕 也没人去买它债 结果你看啊 金砖四国说 印度说 哎我要想想 我说不定要买它债 巴西的财长说来说 有可能要买它债 中 它再说跟中国谈过了 不得了了 它的债权价格就上去了 我看它最近这件事情啊 不是它这个评级被调低了吗 对啊 你要说你这个评级都被调低了 应该很糟糕吧 当天欧元的汇率居然还上升了 收了一个阳线啊 那这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东方不亮 有背后撑着呀 哦哎呀 我怎么听着的都是忽悠啊 是吧 这个看来这金融市场也都是忽悠 我跟你说资本市场 我们说的好听点叫 资本投资货币市场讲的是预期 对不对 你预期 你比如说你买了这个股票 你预期到未来的增长速度 就像福格尔说的 这是这个公司未来增长 年增长15% 好 它股票就撑撑撑撑往上涨 对不对 但是它如果没实现 你回过头来想 这不忽悠吗 哎我告诉你不叫忽悠 叫预期 哦 哦原来 原来原来 原来明白明白 资本山那个小品名字叫预期 预期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再预期 哎这福格尔咱得会会啊 对对对 它那个我们当然了 我们不能只听好话 虽然这个好话听得很开心 我们呢 因为这篇文章 我是跟关于地沟游的报道 是一起读的 好 所以这个两篇呢 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冲击啊 冰火交织 这个冲击非常大 你说这个理想跟现实 一方面我们将来会成为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美好 咱身为中国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转一圈 要是真能赶上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从 我们从文革那种局面 到今天走到这样的地步 假如真的三十年后 即便他说的只到一半吧 你就天天唱好 直到这样 那我们已经觉得非常荣幸了 但同时现实呢 是地沟游的那个 那是现实 我们也刚刚吃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得思考 你要仔细读他的文章呢 他其实不是清华 他是中国威胁论 他的核心的讲法就是你美国的政治家 你还在这里做梦吧 你们还在那里挣一点小力吧 人家已经是这样了 他管我们那个 强大的中国 你想他再过几年 他就是你的 再过几十年 他就你的三倍了 然后你看 他已经要把澳大利亚都很多东西都买下去了 他的动机其实并不是 我回过头来 我再介绍你的话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威胁论和中国的风险 你看他看着你觉得很好 我看乐观的东西都看得很好 这种数字看得很多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 你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沿海中小企业倒闭了吧 地沟游到处横行吧 对不对 然后你说这个企业转型 然后国企 中野横同一个企业就亏了五十多亿吧 对不对 然后利比亚 中国水电最近要上市 他在利比亚又亏了几十亿吧 所以你看一下 那几亿要卡下飞啊 对啊 谁让他盯不住 不听咱们张召中教授的话盯不住 所以中国又亏了几十亿 有可能 现在还是虚亏 没有特聘张召中 对 当他的智囊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形势啊 咱真是不把握啊 四海翻屯云水怒 五周几岛风雷鸡 风雷鸡是吧 我怎么现在看他们那个报纸讲啊 什么参考消息啊 确实讲就欧洲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 是不好 是真的 非常好 而且呢 这咱们都不意识到 当年就是雷迈兄弟倒闭这回金融危机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哈 这次他们说呀 一点不比那个青 就好像上次是七了花叉 这次说是比较慢的 但是探底 说是好像是很非常严重 这是他专家了 就怎么会被希腊 他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这一次 他本来呢 大家货币都很多 日子都过得都很多 都很好 然后你去借债也借得到 你的原来的债务再大也不是问题 反正你可以借债借得到 大家日子都很好过 对不对 老百姓照样消费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这时候你发觉你再去借钱的时候 你本来一大堆债务 你的债务没有减少 而且利息还在增加 因为他货币在紧缩 相当于你还的钱要多了 但是呢你这时候去借债 借不到了 你到处去发行债券 你发不出去了 然后你发觉每年的次子 那么大 然后你要过紧日子 你要过紧日子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老百姓到处 到处抗议 你发觉失业率 他们年轻人的失业率 高达20%以上 有的高达30% 年轻人 所以大家都没办法了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理想社会 要付出的代价 因为相对来说 欧洲的社会状态 这个是说价 非常有影响 高福利 现代化 超前付出的代价 超前付出的代价 就是他说假话付出的代价 我认为是 你想像希腊这些国家 他原来他按他的条件 他不应该加入欧元区的 他不达标 我跟你说 就不及格 这个在后头呢 他不应该进欧元区的 他不符合这个理事本条约 你不能挤进这个富人 富人俱乐部 应挤精绪 他应挤精绪 而且他把这些涂脂抹粉 晚上坐着南瓜车就去了 他涂脂抹粉 然后呢 高盛给他做了一些金融衍生品 那些做了之后 他数据全打表了 非常漂亮 这听着不是跟有些中国公司 在美国上市差不多吗 就是中国概念 股的一个样子 完全一样 所以他现在 他再涂脂抹粉 不行了 太阳出来了 就是金融危机来了 太阳出来了 这时候你发觉 他的资粉全部都退掉了 退掉之后 你发觉他还钱是实实在在的 借钱是实实在在的 就没有办法 你刚才提到高盛 我这不懂我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文章里面 他也提到 他说李德林的高盛阴谋 在中国是畅销书 他的中文读者 喜欢他生动的描述 高盛像一头东北虎 知道什么时候掐你的脖子 中国在玩一个更高明的游戏 就像什么美国作家说的那样 中国缠住高盛面孔的吸血乌贼 在无情的吸取高盛的资本人脉 什么什么什么炸光高 这是这个高盛是诺贝尔文学奖 这怎么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文章 另外一个人的文章 不 这是这样 高盛就是怎么回事 这叫做互相怕 你知道吧 中国人看西方的金融机构 觉得个个都吃人的老虎 他都要来吃自己 尤其是最近像什么苏格兰银行 什么在中国的这个银行业 他买了原始股 赚了很多钱 中国人一看更怕了 你不去吸血鬼吗 然后西方人觉得怕 你看你把你的技术拿过去了 你把你的管理拿过去了 中国人模仿起来能力 那是世界一级强 有一天他就突然的 我们什么优势都不存在了 所以世界就是中国的 所以你叫做互相看不对眼 互相怕 然后中国人还有一种心态就是 现在有一种心态是 就全是阴谋 就觉得西方人做什么都是阴谋 我的天哪 也不全是这样子 有一部分是阳谋 有一部分是摆明的 市场就是这样 不是最近日盈亏了23亿美元吗 就是说金融延伸品 对他们亏钱我很高兴 然后他那个 他就是到最后 因为你中国人不买 投资者不买 他很多时候他说 我要做一个产品 我自己来买 然后他后台那帮交易员 那都一个是狼 他只要我的年底分红有多少 对不对 然后我的盈利是多少 然后他就造一些假账 造一些假账之后 你会发觉 他到最后就自己也把自己兜进去了 所以这时候就不是阴谋的问题 而是他的体制就像背后有头狼追着你 你拼命的跑 你要拼命赚钱 到年底你花红分的最多 你就是这个公司里当之无愧的英雄 你怎么赚的 没人管你 这就异化 所以这个投行 我总觉得他们这是人类异化的报应 最后就报应 也不能骂投行 趁机会骂两句了 反正咱也没投资 说中国的什么银行给中小企业 现在完全不可能贷到款的 绝不给你钱的 绝不给你钱 但是说是在温州那边 说温州那边都是什么呢 放高利贷的 放什么4分6分 放高利贷 那里的民营企业就是靠这个 他才能必须有资金 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说甚至银行给这些个高利贷放贷 你没看错是真的 现在正规的银行 银行给钱庄放贷 不是银行给钱庄放贷 就是银行有的是银行里面的人 弄出点钱来 然后去参与高利贷 他银行也能得利 自己也能得后利 你没办法 这个放高利贷的 他更保值更升值 银行宁愿更相信他 对我要是借高利贷的话 我知道你是银行里面的副行长 我肯定为你借了 这多有保障 我劝你 高利贷已经快断了 已经有人自焚 什么都有了 现在你知道高利贷到什么程度 就是江苏四喉 你应该知道 很穷的一个县 那个地方很穷的乡 很穷的县 突然人人开宝马 一夜之间都变成富裕之乡 人人唱着三歌 吃着火锅 然后开着宝马 在那儿溜来溜去 估计那诺贝尔奖得主就到那边去过 到那儿去过了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非常之乐观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崩盘了 人人宝马也抵押出去了 也开不了宝马了 就都是借高利贷买宝马 他就是他把自己的内部 比如说你有 你多了没有 40万50万或者60万 我把我的吃饭的本钱全都拿出来 然后去参与这个链条 你的上家跟你说 我给你几分利 或者甚至我给你一毛的利 你放不放 我就把老本都拿出来 然后去放 放了之后 你发觉太能赚钱了 然后你就 你赚了50万之后 你就去买宝马 或者你去贷款去买个宝马 很容易 获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老说资金链一断就完蛋 怎么会断 我跟你说 你借到哪儿去 你借到哪儿去 民营企业 比如说你保利贷 民营企业还不上 你第一你借到民企业 民企业现在的净利润 3%已经很好了 3% 因为劳动力涨得很厉害 对 现在浙江那边最便宜的劳动力 都是3000了 民企业一定破产 就好比说我银行 为什么不带给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利润很低 所以我不信你 所以我不信你能还 对 但为什么放高利贷的就信他能还 放高利贷 他养了一帮打手 你不还我把你加给扒 对 而且高利贷也是一种赌博 他完全可能收不回来 就是 所以我为了多赚这个钱 我也付出我的代价 我要养军队 我不军队 我也讲我的保安 对不对 对 是的 你说的是真的 我有一次到浙江 你要想想高利贷主 他不是也是赌博吗 到浙江沿海的一个县里去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游手化銜 住在他们最好的宾馆里头 然后我说 你们怎么本地人住宾馆 游手化銜在干嘛 他说你知道这些人干嘛的 全是那些高利贷公司养的人 对 哎呦 民兵啊 这个经济问题导致了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不了 就用军事问题 这不是基本道理 而且到最后的话 他主要放贷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这个房地产 第二个是赌博的人 放给赌博的人 对 哎呦 那我成了澳门那个袋儿窿了吗 是的 他们查过温州的主要的流向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不来也是不行的 你说我的话在国内 国内 哎呦 我不是自己安全